是 對於男生開始愈來愈死心 他覺得我禁止他出去 他就不滿意 他就動手打我 女人不至六十 都不要給飽飯的吃 就李家勇 其他事情就不要理會我 喝這一口酒 喝的一口 看看去哪個夜場 尤尖旺、太子、銅鑼灣 去到八八九九 北上租回房間 包括女生 一個星期上去三、兩晚 老婆就會不滿意 已經餓活 用東西訂她 一週星期四 或者四天都不在家 甚至小朋友都覺得 究竟爸爸是怎樣的樣子 都不記得了 見到她便會拿錢 不會有任何交流 家裡好像不是她 又壞又餓 總之甚麼都可以做得出 是她帶給我很多傷痛 很多不開心的事 結婚了第六年 有一晚一刻 她想要出去外面喝酒 我們將來要上班 住得有地方有遠 喝完酒 坐下車回來的危險 其實家裡 大家都很需要你 她第一次說 我關你甚麼事 男人逢場作慶 有甚麼問題 總之我給祝家用你 你就不要嘰嘰嘰嘰嘰 你本分就是要搞定小孩 我回到家裡 我就是大爺 我阻礙她的門口 我不讓她出去 她那時候 托巴蓋下去 一脫就伸到我胸口 這個人 是不是我所嫁的那個人 她沒有權不阻止我 打她 一定要出去 我沒有想到 我丈夫會出手打我 快點兒子讀完我中午 之後我就決定和她離婚 三個當中 我是特別多時間和兒子在一起 比如說她玩啊 看電影啊 遊樂場玩啊 駕駛單車啊 她就很有我心的 有時吃提子 她可以撕掉那些皮給我吃 很欣慰 很開心 有一天她放學去到家外 然後過馬路的時候 就發生交給她 福 那我就心不熱了 因為我知道 那個有機會是我的兒子 我兒子就附在路中間 被一輪零車撞到 經過二十四超池搶救 宣佈搶救無效 追過兒子 都希望她可以傳宗接代 但想不到 這樣就沒有了 自己都不知道是真的假 每晚只懂得去哭 我兒子的衣服 或者什麼 是很想很想抱著她 在執拾兒子的遺物的時候 在她書櫃的櫃桶裡放了一本書 印象中 兒子是叫過我兩三次 有一本書給我看 一打開 就是其中一頁 就是接住了 講父母怎樣用基督的愛 在這個家庭當中 來發揮過效 讓整個家庭都充滿愛 原來兒子一直都想改變我 希望家裡有愛 但他都怕我 他唯有給我一本書仔 一個十三歲未夠的小孩 都可以這麼懂得想 我做這個爸爸的就很奇怪 我一剎那 發覺自己以往所有的事情 都不是對 做爸爸不是這樣的 做丈夫不是這樣的 兒子的安息禮上 教會的弟兄姊妹 穿了很整齊的師班服飾 來獻師 我那一刻就很平安 原來兒子離開了 這個世界 去到天父的懷裏 突向安息 很奇妙地 有一個感動 那我就 上到台上 變成樂仔仔 照顧媽媽一生一世